好这一节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定价呢 跟营收最佳化的范围范畴 它的这个三个面向Q 它目标是什么呢 哪三个面向 这个根据呢改变的市场的条件 然后呢随着时间 随着这个面向 时间这个面向 改变了市场的条件 然后呢第三个面向呢是牛价 真的不同的产品 每一个市场的区段 通过每一个通路 那这听起来有点抽象 我们再举一个具体的一点的例子 比如说呢我们卖这种涡轮机 或者是说呢 这个涡轮机里面有非常多的齿轮 这是两种不同的产品 所以说呢 针对两种不同的产品 一种是这种是这个 我们这边假设我们是一种中型的涡轮机 涡轮机有大的有小 然后有非常大的顾客 然后在这个所谓的美国的这个 这个东北地区 进入所谓的直接的销售的网络 因为你要了解顾客的需求 而且这顾客又很大 他的真正的需求是什么 你需要多少的马力 然后维护的这个条约 然后东西坏了 这个修的这个保固期 诸如此类问题 可能需要面对面的详细的谈 因为是大的顾客 所以基本上呢 你要用这样的方式去销售 然后如果呢 你是一个很小的公司 然后你是一个替换的齿轮的话 那东西小东西啊 对不对 所以可能利用 他已经知道说 他需要哪一个齿轮的时候 那你就直接利用 线上的销售 节约成本 然后让顾客呢 可以在网络上下单 那你直接把东西寄过去 或是由寄过去之后呢 这要当地的服务能源 帮他替换 诸如此类的问题 所以针对不同的产品特性 要不同的销售的方式 不同的定价 我们解释一下呢 顾客承诺 就说呢 你一个卖方同意呢 提供一个顾客 这个某一个产品 或者是服务 在一个价格底下 他的包括的元素 可能是说 你的这个产品啊 服务啊 什么被提供 或者是说呢 你这个承诺 运送的时间 当时多少 比如说这个货 现在要这个接单生产 那你是几天要到 如果没有到的时候 怎么办 诸如此类的问题 还有呢 比如说呢 你呢 提供的这个承诺 它的时间 有效的期间是多少 比如说呢 你的顾客多久 必须下决心 就好像说 你都要决定买这东西 你拿这个 所谓的这个 这个 这个invoice 出级的这个顾价单 可能说 一周内有效 也就是你一周 凭你这个价格 之后呢 你就有变化 诸如此类的问题 诸如此类的问题 或者是说 各位在生活中 会碰到这种情况 比如你租房子 对不对 你先放押金1000块 代表你的顾客的承诺 那我们这边讲的 这个承诺是指 销售者对顾客的承诺 但是呢 我们现在解释说 这个时间说 如果你这个 押金1000块 你都后来都不去签约 那老板就 当然就 他可能 好一点的 可能就要问你 跟你讲说 我你这个 要不要来签约 不然怎么办 我这个东西 有人有兴趣 要买给你 要租给其他的人 租一支 还有呢 其他的合约 或是交易的元素 比如说 付款的方式 是要分期 分多少期 每一期多少 还有 如果有问题 怎么去做 这个 Return 是这个 比如说 有建厂期 对不对 有个CD 一挡开 一卖回去 他就不回收 有卖千别是一样 有的东西 有建厂期 比如说 你买这个电器 保护一年 或是甚至三天内 有发现问题 他妈咋可以换 这些问题 还有呢 这个 承诺的 坚定性 以及呢 风险分担的一些问题 有时比较复杂 比如说 我现在这个去订货 如果订货 发生一些意外 或是发生一些天灾的时候 怎么办 怎么分散这个风险 特别是 这个是有 比如说他们现在做半导体的机台 那个机台的非常复杂度 非常的高 一台机台 卖这个 美金一亿 那问题就是 如果你台积电 台积电用这个机台的时候 你能不能承诺 我承诺跟你买几台 甚至我出钱帮你做研发 不然到时候 我研发花那么多钱 他就做出来 你跟我说你不买 那个研发的公司 研发这个机台的时候 那他不是 这个他就不是亏钱 亏大了嘛 所以基本上 这个有些问题 好我们看一些例子 一个定价 这个买方付 拨出来的这个价格 或是折价券 折价券是比这个所谓的定价还低的 一个价格 各位特别注意到 这是off 意思是说 比如说本来是20块 5块钱off是扣掉5块钱 特别注意到 这个在美国是很流行 台湾现在也慢慢有 这个一些 这个麦当劳 或是一些量饭店 都有这一种折价券 那行销学他们 研讨为什么要去做 行销这个折价券的 好还有呢 这个 创漏这个字呢 是一个货车的量 less land呢 就是小于一个货车 就比较零装的包裹 这个运费的合约 怎么签 所以一些电视的购物台 那怎么跟这个运输月者 怎么签约 那如果要帮我出货 那你怎么去 这个到底 这个计算的费用 是怎么计算 我帮他签一个合约 好 拍卖 这个有一个 这个项目的 这个保留价格 我们在这个11章会讨论到 拍卖的问题 然后接下来讲一个 层地生排列的定价方式 这是一种 可能是一种方式 比如说你呢 每一季 卖多少单位 如果是零到五万的话 我的折扣5% 如果你可以卖五万到八万的话 6% 然后大于11万的话就8% 数据之类的 所以就说 你如果可以帮卖很多货 我给你便宜 给你那个 进价货就便宜 这样的意思